近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香港立法会发布新一份施政报告 报告指出会展业是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重要一环 为应对疫情的冲击,特区政府正透过总额超过10亿元的资助计划 为会展业注入动力,并扩建会展设施,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会展枢纽的地位 日前,香港贸易发展局副总裁周启良在接受中心社专访时表示 疫情对香港乃至全球会展业造成巨大冲击 有数据显示,从2020年1月到2021年年中 全球有超过4000个实体展览无法进行 周启良表示,实体展览对香港商贸产业至关重要 于2021年7月顺利闭幕的香港书展,时隔两年后重开意义重大 也为疫后香港的实体公众展览拉开序幕 我在末发局工作几十年,其实面对很多的危机 但很多危机都是地区性的 这个全球性的危机呢,我还是头一次遇见 所以呢,好多展览都停顿,没办法进行 据我们做普查呢,那些中小型企业呢 它一年里面的订单呢,有差不多40% 是来自末发局的实体展览 所以实体的展览能重开呢,这个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们从7月份开了书展之后呢,其实我们马上又开了珠宝展 8月份又开了一个美食方面的展览 办完了书展之后,83万人进来非常安全的 这个证明香港是一个还是相对安全的地方 可以重启经济,重启展览 周启良介绍,本届书展采用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模式 期间在场内举行的超250场文化活动中 有不少是通过互联网平台同步进行的 能不能吸引热心的读者参与网上面的讲座呢 我们就很有信心,我们说一定要办 因为不然话内地的朋友,亚洲其他地区的朋友是没法参与的 哪管他们不能过来买书,但是也能上网来听听讲座嘛 以前呢,所有的讲座加起来的读者呢 估计还是几万人左右 但是这一次把所有的研讨会放上网呢 你知道读者有多少呢?是12万8千人 在周启良看来,线上线下混合展览将成为未来香港会展业的新常态 作为致力于促进香港对外贸易的机构 在全球仍受新冠疫情洗扰的情况下 香港冒发局步履不停 利用云会展、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促进全球商贸合作 我们也利用一些科技 有人工智能自动配对的一种方法 把买家的资料 把供应商的资料通过电脑来人工智能自动的配对 然后他们还可以约时间在云端见面 我们做了这些之后呢 发现有7400个供应商 然后联系了差不多是39万的买家 网上面跟他们见面 我们缔造了的虚拟的会议 云端会议有28000个 我不敢说它能替代实体展览 所以我相信这个实体混了网上面 这个混合形式的展览 是未来的一个大趋势 随着近年来 消费者和企业转战线上 冒发局也于2000年开发了采购网站 该网站截至目前有13万供应商 200万全球登记的贸易卖家 每年缔造的贸易巡盘约2000万宗 2020年10月 冒发局再次对平台进行更新 除利用人工智能 还新增图像识别 大数据等技术 帮助香港中小企业 实现数字化转型 中小型企业呢 对电子商务呢 不是太灵光 它有些时候上载了 那个产品照片之后呢 用的那个关键词用的不对 那个买家要手说的时候呢 就手说不了了 我们又用了一个新的科技 叫image recognition 就说你那个供应商 一上载了那个照片之后呢 电脑就会自动建议一些关键词 那个关键词就是买家通常会用的一些关键词 所以这样呢 你配对成功的机会就高很多了 还有一个dashboard 就是让供应商呢 可以知道自己过去三个月 买家看过他哪一些的照片 他就可以进一步更新 做得更好 立足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 周启良直言 当下的港商机遇与挑战并存 如何抓住机遇 发挥优势 促进香港商贸发展 巩固香港八大中心的独特地位 是未来一段时期 香港贸发局需要直面的问题 未来呢港商可以先进入大湾区 然后通过大湾区作为桥头堡了 再进入内地的市场 而香港呢一直都是双向融资的商业的中心 无论是内地的企业要走出去 化解外国的企业要走进内地市场 都是通过香港这个平台 我看未来要发挥的功能更大 香港因为是金融中心 同时呢 我们也准备大力的推广 作为创新科技方面的中心 还有呢资产权的交易中心 所以我相信很多外国的科技公司 如果他要出租他们的科技 给内地的企业的话 他也可以通过香港这个平台 而内地的企业要投资一带一路的国家呢 他也会考虑利用香港的融资服务